哈喽大伙 我说这儿 现在我们是在凯泽的汽车运动中心 是一条小的赛道在北京 来体验全新现代菲斯塔NLAN的动态体验 其实这台车相信大家已经看过很多的报道了 包括之后的N品牌 现在的N品牌要进入国内带来很多的车型 还是很有期待的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韩国的运动车 其实这么多年 韩国的运动车一直是征战在WRC的赛场上面 R20的WRC其实拿了很多的冠军 想话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看车 在我身边的就是全新的菲斯塔NLAN的版本 这个是一个NLAN 它不是真正的N 外观上面和调教上面 其实和普通版本的菲斯塔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菲斯塔已经在国内很多年时间了 相信大家很熟悉这台车 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首先前脸这个部分 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前铲 这是最明显的区别 钢琴漆黑色的这么一个 然后前面的前杆下沿这一块 前地杆下沿这块有一个小的进气孔 这是前脸部分最明显的区别 另外还有一个NLAN的标识 我们再往后看 来到侧面 这个车配的是一个马吉斯 我看一下 这叫Spot5的轮胎 其实这个轮胎我了解的不多 但是刚才在赛道里面去体验了一圈 这个轮胎的抓力力 其实还是非常现象的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外观 一个18寸的轮圈 然后一个红色的卡键 这也是和普通版本的菲斯塔 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车漆 其实我最喜欢的车漆 就是亚光灰色的 那边还有一个金属亮黑色的那么一个车漆 我们再往后看 后面是这台车和普通版本的菲斯塔 外观最大区别的一块 大尾翼 还有下面双边共四出的排气 其实尾翼我觉得配上外观 稍微有一点点脱条 如果是一个小的压尾的话 其实我可能会更喜欢这台车 看下面 下面一个双边共四出的排气 这是真的 真能出声的 那这个排气其实给你的声浪 包括声音的反馈 其实特别的好 这车是一个125T 7速双离合的车 但是它给你的排气声浪 其实2.0T都不止让你感觉 那现在我们就去赛道里面 去拉爆这台车吧 好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全新菲斯塔N-Line它开起来的感受 那现代N给你的感受是真的运动 并不是停留在外观套件 还有内饰套件上不同所营造的那种运动 是真真正正驾驶感受上面的不同 首先来说一下 这台车的转向制动 还有避震器的条件和普通版本不同 会根据驾驶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制动踏板的力度 会根据驾驶模式的变化而改变 这是由于它使用了一个电子助力泵 而非我们平常所接触的那种油压的助力泵 这是机械结构所改变不了的 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在SPOT PLUS这个模式下面 在这个模式下面 制动踏板的力度会变得接近于我们接触到的 没有真空助力的制动踏板的力度 这样的力度在赛道里面开起来 会更容易去掌控刹车踏板 另外我们说一下这台车的底盘的支撑性 还有变动箱的响应是匹配这条赛道的 尤其今天的北京的凯则赛道 是一条比较小的多弯的赛道 1.5T的放动机匹配一个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在这条赛道里面还是非常游刃有余的 而且它的变速箱的持比非常的绵密 每个档位之间衔接的非常的顺畅 没有明显的动力的尿点 那这台车开起来最适合它的场景 其实是一些山路或者是一些城市的道路 开起来会非常的有驾驶乐趣 好 我们来最后说一下 这个FESTA NLAN和普通版本的FESTA的内饰有什么区别 那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 首先这个换挡区域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电子按键式的换挡 那另外右边是一个驾驶模式的选项 除了它能上下拨去换这个驾驶模式之外 还可以通过一键去按 切换到这台车最运动模式 也就是SPORT PLUS这个模式 那另外我们说一下 其实现在在早前间 它的电控系统 包括它的电子的这个车机这一块 做的其实非常完善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KIX的那台车 在同级别那个车型几乎没有车去配备 比如说到车的这个后视 包括右后视镜 你去打转向 有一个辅助的这个后视 电子的后视 这些东西其实当年都是在很多车上看不到的 我觉得现代这一块做的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现代FESTA NLAN的车机里面 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玩的东西 那首先它的这个互联系统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 比如说百度的应用程序的下载 爱奇艺 不如Link的远程诊断 然后包括在线的一些听歌去看视频等等 那另外还给我们在车机里面去内置了一个性能的这个标尺 它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纪值的显示 扭矩 涡轮的压力啊等等 那另外这些功能啊 其实可以直接投射在我正前方的那个权力量仪表里面 那其实在开车的时候 包括有一个赛道的计时器 对于运动车型来说 我觉得这项配置是肯定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呢 这款车啊 其实就分为三个配置 从138,800到154,800 那其实这台车的定位人群啊 非常的明确 就是喜欢运动的年轻人 那其实我觉得相对于一些其他品牌 尤其是国产 现在很多品牌在做这个性能车嘛 其实现代N的这个运动基因 其实还是在了 毕竟它在赛场上面征战了那么多年 其实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来看看这台车